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单元6游戏流程篇排及预备衍生活动 天者教学活动的步骤有7步 第一步 教学原则 第二步 主题网 第三步 主题目的 先从主题网中寻找适合幼儿年龄的目的 包括知识、技能和态度 第四步 牵写活动时间表 第五步 每周重点学习经验 包括活动的内容和方法 第六步 每日学习目标 写出能够在当日达到的学习目标大约5点 包括知识、技能、态度和不同的范畴 活动名称、内容、步骤、使用的教学资源等等 都要在这一步写出来 第七步 教学评估的方法 每一个教学活动都要有每日教学计划的设计 而这个教学计划就要有 由主题目的细分以来 目标内容应涵括主题的全部要点 要以幼儿的学习为出发点 特性要精识 具体明确和完整 定会一个具体目标的时候 应该列明幼儿应该有的具体行为表现 例如 幼儿可以讲出、指出、数出、计算出、划过、画出、展出等等 例子一 主题 形形色色 主题目的 认识房子、花朵、车子、袋子和贴子的特征 透过房子、花朵、车子、袋子和贴子的造型活动 更进幼儿的创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透过观察房子、花朵、车子、袋子、贴子的特征 养成中意观察和外户周遭事物的态度 学习有关房子、花朵、车子、袋子和贴子的词汇和具色 乐意回效分享收集有关房子、花朵、车子、袋子、贴子的物料 副题可以是 花的形形色色 学习目标 幼儿能够讲出真花和假花的不同之处 幼儿能够将真花和假花分开摆放 幼儿能够以真花和假花的材料在画纸上设计不同的造型 幼儿能够互相欣赏身体做出花朵不同的形态 例子二 主题 水果 主题目的 了解水果的来源 学习水果种子分类 培养感谢农夫的态度 副题可以是 水果的来源 学习目标 幼儿能够讲出水果的来源 幼儿能够讲出如何感谢农夫的生态 幼儿能够将水果的种子分类 幼儿能够将种植水果的过程 记录在水果生长日子的宝上 幼儿能够随着音乐的快慢旋律 无缓种子生长 以下有七种不同的学习范畴 课程领域分别是 体能活动 音乐活动 主题活动 语文活动 色素活动 科学活动 和美术活动 主题活动 主题活动 编排 1. 引起动机 以各种方式引入所要讲的内容 例如故事 迷语 手偶等等 2. 展开阶段 展开各项有关主题内容的步骤 3. 结束阶段 主题或者副题的最高潮阶段 是综合性的活动 例如 创作成果展示 总结 人生的延伸活动等等 例如 儿歌 歌曲分享 例如 以面包 梨 鸡腿 鸡蛋 红萝卜等 实物的介绍 不同食物的种类 并与幼儿分享 曾经吃过 这些食物的经验 和特征 幼儿将不同的种类食物 图卡分类 放在 食物金字塔上面 和幼儿讨论饮食健康的重要性 而编写食素活动的原则 是主题教学时 教一些数学的概念 在分组活动的时候 等幼儿个别管教具或者活动 以巩固所学的数学概念 例如 色素活动 10 以内的加数 幼儿任意将小红模型 放在两个车厢里面 然后将算式和答案 写在纸上 每个幼儿计算四体 编写科学活动的原则 等幼儿以不同的感官探索事物 了解事物的变化 多些是分组活动的时段 以小组进行 等每个幼儿都有探索的机会 年龄越小的幼儿 老师的引导性就要越大 先被幼儿观察 预测和试验 然后再讨论 表达发现了什么 例如 科学活动 融解 幼儿观察研 糖和茶叶 并比较它们的特征 老师引导幼儿 将盐 糖 和茶叶 放在水里面 搞 记录 和讨论 有什么变化